同选区另外一位国民党籍的市民代表候选人李正伟 则是抽中了幸运数字7号 他除了感谢过去四年选民的支持 也表示将会在基础建设、亲自安全以及市民福利等面向 持续为市民打拼 祈求能够顺利争取连任 花莲市第四选区国字投国民党籍市民代表候选人李正伟 在21号的筹前作业中筹中了幸运数字7号 他除了感谢过去四年来选民的支持 也表示会持续在各种议题中为民发声 祈判能顺利争取连任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市所有的家人们 在这四年来给予郑伟的支持以及鼓励 那郑伟只是继续来参选我们花莲市民代表第四选区国字投 那今天也是抽出幸运号码7号 那期盼在这次的军选过程当中 大家都能一起加油来努力 那郑伟也会努力的来争取连任 在往后有机会继续进入代表会 为我们市民来发声 那在基础建设上 那还有一些亲子安全 然后等等的一些相关议题上 以及建设上 还有相关的市民的福利 郑伟都会继续来努力来为民众发声 为民众来打拼 另外市民代表候选人李正伟也将在11月5号上午10点 在花莲市中山路855号举办竞选服务处成立茶会 他也欢迎花莲市的乡亲好朋友们 可以到场共享盛举 为他鼓励加油打气 记者徐立芹 华莲市报导